这个是草药 草药类里面 能够壮阳补肾的 固精的药 所以男人的肾药 说老师这个指补男人 错了 中药是双向的 因为中药没有什么男性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 没有中药只分阴阳 男人壮阳女人也可以壮阳 所以那个结婚很久 五年十年都不生小孩 阴阳货一样可以用 八几天可不可以 肉中的都可以用 这中药 因为我们不会说 这是男性荷尔蒙 所以如果说 哪个家伙 说这个中药这个是男性荷尔蒙 那是混蛋 破坏我们中药名称就是那种人 你懂不懂我意思 那你如果说拿来泡酒 我正在讲 你如果泡一壶 一个白酒 一桶酒 原来是那个米酒 米酒 那你丢了 营养货 丢一点八几天 肉中中对吧 哇 那个很凶啊 这个覆盆子 那什么 哇 那个全是纯补的 那你不要一次全喝完 那那太猛了 一小杯一小杯喝 那个喝的酒 因为酒性是上升的 你再吃这个补药 泡了泡了 现在开始泡 夏天开始泡 冬天开始大概来吃 一杯下去 翘起来就不要再吃了 二八的话 你翘一个晚上怎么办 对啊 那个太过太过也不好 那羊强不下 对不对 那你 我们要把它降上去 还很麻烦 所以说四可而止 一小杯就可以 一小杯 这里泡药酒可以 但是绝对不要过量 我先警告你不要过量 然后过量三天 下不来 你要打电话 老师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就不告诉你 再一个礼拜再告诉你 让你让你尝尝 那有没有笑呢 诸位吃吃看就知道 我不做制评 我跟诸位说很有笑 很有笑 好 哈哈哈